一年一影帝,百年周星驰,周星驰的伟大不言而喻。从龙套起家,到星仔再到星爷。他在电影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堪称卓越。但感情问题一直是星爷的硬伤,如今56岁的他依然单身。周星驰的第一任女友是罗慧娟,他们在一起三年。曾被问什么样的男人才令你觉得值得结婚呢?罗慧娟脱口而出像周星驰一样的。 但随着星爷的走红,越来越忙。他和罗慧娟也聚少离多,再加上传闻周星驰的母亲不太喜欢罗慧娟。最后这段恋情已分手告终。2012年6月29日晚,年纪45岁的罗慧娟去世。他其中一个遗嘱,希望将骨灰洒在深圳大鹏湾。四年后,《美人鱼》上映,巧合的是,《美人鱼》的取景,正是大鹏湾。 周星驰和朱英维持了三年多的地下恋情。这让朱英很没有安全感,后来又发现星爷脚踩两只船。被抓了现行,朱英选择不再迁就,转身离开。 星爷和莫文卫也有过近四年的恋情,分手后两人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 后来,还有余文凤。相恋十年,星爷不仅没有承认恋情,也始终没有向余文凤求过婚。最后余文凤向周星驰提出分手,星爷也是爽快答应了。 星爷的感情之路一直坎坷,刘振伟讲过一个故事,那年我和周星驰吃饭。 他问,为什么我那么容易爱上一个女孩子,我说,你那不是爱,你那是花星。他沉默低头吃饭,后来我才觉得,他只是太孤独。 朱英做客金星秀时给出了答案。金星问朱英,觉得周星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 朱英表示抛开其他不谈,周星驰是一个很聪明的演员。很有才华,他表示自己当年也是个星迷。 金星说星爷至今截然一身,对此朱英表示就算没有结婚,也不一定是单身啊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